为什么大盘机各项属性都很厉害,但人气却不高呢? 一位粉丝提问道,今天就来聊聊其中的原因,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大盘机的某些属性太拉胯了。 粉丝的这句话也只说对了一半,大盘机的单发伤害稳定性确实很高,单发伤害和AKM狗杂一样为47点,抱头为113点,水平后坐力很低,垂直后坐力也很稳定,弹容量也确实很多,有47发。 子弹出速也很快,为840米每秒,但它厉害的属性就这几项了。 接下来就是缺点,大盘机的射速非常拉胯,射击间隔为0.109秒,也就是每秒9.17发,比所有步枪都慢,秒上就只有47除以0.109等于431点。 真正面对高手,钢枪是很难赢的,而且换弹时间很长,为5.5秒,还不能装弹侠,一般步枪即使不装弹侠也顶多3秒多, 换弹速度也不行,所以这把枪的定位就是稳稳命中的武器,秒伤不高换弹慢,追求高伤害,性子级的玩家肯定是不会选了,所以人气一直不高。 好了,这期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见。